以下这篇文章对那些曾经犯了邪淫的人但是又想彻底戒除 并且想弥补曾经因邪淫而损失的福报的人来说是很难得的 想真心戒除邪淫的有缘人请耐心看完 肯定会亦匪浅并且能增加戒除邪淫的信心 戒淫得善果 希望大量转发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明朝向西线曾梦见自己能考中鬼卯年的相识 但名字上榜却因曾一屋两个年轻婢女而被天神削去她的榜名 西线醒来后发誓借除邪淫并立行善事来赎罪补过 经过一段期间后又梦见自己的名字恢复登于天榜 果然后来不但考取相识 而且在数年中又考取贵士 殿士 功名不但恢复 而且显贵 足见虽曾犯下淫过 但只要能痛自改过并立行善事 一样可以再获福报 所谓天道或淫 不加悔罪之人 是确实可信的 所以世人不能因为曾犯淫行 清白以损 便自暴自弃 甘于沉沦堕落 一定要相信 只要您痛下决心 是改前非 而且广行善事 则必然会转获为福的 以上例子说明了借淫得福 那么怎样才能找回因邪淫损失的福报呢 既然想要得到好的结果 那么当机立断就是断除一切邪淫的行为 清静身心 这是首要条件 如果没有断除邪淫而去拼命的积累福报 就像往一支筒里装水 一边放一边漏 到头来只是白用工而已 只有断除了邪淫 后面才谈得上怎么去找回因邪淫损失的福报 否则还是在继续造业 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请慈悲长面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